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正在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那么对她的调查呢也是跟川普的通俄门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库什纳曾经在之前几次会见了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 以及一位来自莫斯科的银行家 那么库什纳作为这个白宫的高级顾问被FBI调查 这个在白宫历史上基本上还属于首次 调查人员相信呢库什纳掌握了很关键的材料 但并不认为说她会涉及犯罪 我们也看到库什纳方面表示呢她会极力配合调查 今天我们请来对美国问题颇有研究的孟璇先生 来给我们一起分析库什纳被FBI调查 对于其自身影响以及对于整个川普以及川普政府的影响 那么还先有请孟璇先生 孟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好 那孟先生这个库什纳这个人从去年川普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以来 那就一直是活跃在这个舞台上 那么大家对这个名字也都是非常熟悉 也知道就是她的一些比较简单的背景 那么我们还是想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库什纳她除了作为川普女婿这个身份 那么她自身的家庭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所以我们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库什纳 以及她的这个家庭背景 是 这个库什纳的父亲也是一个纽约的地产商 她是 她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地产生意是BASE 她的这个基础是从这个新泽西州那边出来的 这个川普当然我们知道她的父亲也是一个地产商 这个地产商她的这个地产开发商了 就是她的BASE是从纽约市的Queens 这两个都老实讲都不是这个曼哈顿的 就是纽约的这个真正的黄金的地方是曼哈顿岛了 不是曼哈顿岛的地产 所以也有一点就是说是外来的这个味道 所以的话这个比如说川普始终的话 在这个纽约的真正的这个商界的这个里头 不把他当着就是说是我们这一个这一伙里头的人 总是认为他是一个是川出来的 从外边过来的这个库斯纳家族也是这样子 可是他们这个都是相当的这个 就是进取心很强 那么库斯纳的父亲的话 甚至被这个因为违法是逃漏税 被当现在这个新州州长 就是这个州长在当检察官的时候把他起诉过 所以他们这个都不是很规矩的 老实讲川普也不是很规矩的 这个库斯纳他是一个正统犹太教徒 所谓的正统犹太教徒叫做Orthodox Jews 就是遵守犹太这个规矩就遵守犹太的律法比较严谨的 就不是像美国的一般的犹太人 很多的这个这个犹太的这个戒律不是那么严谨 他是相当严谨 他当然是出生哈佛 然后又很早就他的父亲有麻烦的时候 他就接掌了这个他家族的这个企业 然后他是深得这个川普的这个信任跟喜欢 他当然跟他的女儿的这个彼此也得 他女儿川普的女儿也是一个企业家嘛是不是 这个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中国话有一个说 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啊 这个呢倒是老丈人看这个女婿啊 越看越喜欢啊 所以他这个在竞选的时候一开始啊 就是甚至有人说这个川普之所以 投进这一次的大选啊 跟这个Kushner很有关系啊 因为呢他是一个对政治很有兴趣的人 他这个川普跟介绍的时候就是说 我这个女婿啊踩高霸倒啊 他呢不只是他不光是这个经济上 就是这个商业的这个天才 他还是一个政治天才 所以的话呢他是这个每一个总统呢 有他自己最信任的小圈圈 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有说什么黄圈圈 有一个然后是这个黄圈圈里头有一个小圈圈 这个就是他最信任的 他是一个很重视家族的一个 这两个家族都是 川普也是很重视家族的 这个这个Kushner当然也是这样 所以他们这个变成了 等于是内圈中的内圈 这一次为什么通俄门碰到这个 实际上从去年大概七八月间 就已经这个调查就很多了嘛 对不对 传言也很多 可是呢所有这些调查的话呢 基本上还是在就是说 他的竞选团队的 比如说最高的就是竞选总经理 竞选的那个manager被就是 那个也只很短时间 所以的话呢即使被宣称了被调查 但是问题不是那么严重 还不是那么核心 这一次讲说是真正的调查到Kushner的话 那就是这个真正的到了核心中的核心了 那这个问题就严重的很多 那么后续究竟会怎么发展 会不会变成一个水门事件 那当然这个甚至是不是最后就会迫使 我们这个川普这个坐不满任期 就被坦克啊什么的都引发出来 那么这个Kushner的角色 而且呢是非常的这个吃重 他不只是说是国际问题 他是国内国外几乎所有的问题啊 他一把抓 所以呢在他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白宫里头啊 或者说这个川普的这个这个圈子里头 把它称为叫做Supreme Court 就是说它是最高法院 你们有任何争执 如果要到川普让川普听得进去 那你就这个告到这个Kushner这边去 因为Kushner他这个这个很显然 他是一个非常能够听不同意见 然后忠采的人 这一点的话呢使到这个这个川普 这个对他的信任有加也跟这个有关 因为川普这个人我们知道 他个性是一个比较偏急躁的一个人 换句话说呢他非常的 他的注意力啊注意时间呢 都相当的这个就是有一点那个 过动儿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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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病争啊 而这个这个Kushner呢人家给他取的外号 就是心理医生 所以的话呢他特别听得懂 不同的人愿意听 所以你看他平常在公众讲话 几乎我们听不到他在什么 公众场合的演讲很少很少 或者这是发言很少 他都是在幕后操作的 所以这一点呢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实际上他如果陷入了被调查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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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话 那这个问题就是等于火烧到这个 火烧到门口了 那孟先生啊 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这个 因为川普通俄这个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 从他去年参加大选开始就是 而且对这个调查也有一段时间了 您刚才也提到 基本上是到了目前才开始真的是深入 或者说是直指核心 那么我们知道就说美国司法部前一段时间 刚刚任命了就是FBI的前局长 这个罗伯特穆勒 担任这个特别调查官 我们之前节目也分析过 这个穆勒就是非常具有职业素养 而且是深受共和民主两党的支持 那么您认为 公正政治 对您认为这回库什纳被FBI调查 跟这个罗伯特穆勒出任这个特别调查官 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罗伯特穆勒的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么一个 我觉得不是 因为什么呢 这个事件现在因为白宫的像一个漏斗一样 不断地在泄露 就是那种leak是多重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从这个leak的过程之中 已经看到的报道里头就知道 实际上大家早就把目标盯准了这个Kushner 这个Kushner在这个 他在12月是不是跟这个俄国大使通了电话 不是在川普塔尔里头见了面吗 那么见了面以后 这个他提出来跟这个俄国大使的这个建议 就是说我们干脆直接建立沟通管道 那个时候他没上任了 对不对 就是川普没上任 而且的话他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们干脆这个秘密管道 不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正常的 或者说这个情报单位的这个管道 我们利用你的这个俄国的跟莫斯科的之间的 就是不管是大使馆也好领事馆也好 他们当然有比较安全的这个通讯管道 我们利用你的这个管道 免得我们自己人知道这个事 那这一点当然是这个是很让这个连这个俄国大使都觉得很奇怪 所以他就回去了去报这个事情 可是他这一报呢 他倒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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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就被这个NSA 就是美国情报局 就是专门负责监听的截获了 可是呢你也非常有趣的就是在同一天 就是这个NSA截获这个这个俄国大使 向莫斯科的这个报这个事情的时候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在他自己的信箱里头 就收到一个同样的这样子的文件 上面是没有没有名字的 就是匿名的 就说有这件事情了 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这个 是从去年12月一直到上个礼拜 他在华盛顿邮报才把这个事情抖出来 换句话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美国这不管是哪一个情报的单位 早就把这个事情就想捅出去的 那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后来解释 他说我们接到这个 我们也不能够根据这个就报道 因为这个没头没脑 有很明确的这个内容是谁跟谁在 比如Kushner跟这个俄国大使 讲了什么东西有这些内容 可是究竟是谁这个泄露出来的 他们必须要找到 孤正不能为证据嘛 所以他们必须要就开始就去到处去 去这个去打听 就是说有没有办法能够从旁的管道里头 得到一些这个佐证来讲 所以你这个想想看 后来不是川普说他这个欧巴马这个政府 是把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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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后的时候 根本就是监听他的这个这个川普的大楼都监听了 现在一看啊是有这个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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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川普有这个怀疑啊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川普跟这个不管是CIA也好 或者是FBI也好 或者是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最高的情报的 总协调人就是那个Clapper啊什么之类的 他根本就不信任这些人 认为这些人都是前朝的余孽 就是要来搞他的 因为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话 也是因为从六七月开始啊 这个这个这个就很很清楚的 这个就不断的有有这个告诉他说 你的竞选团队里面的人跟俄国的 有过密切的接触有有很大的嫌疑 可是为什么这些情报单位会在六七月的时候 就等于是立案开始调查呢 是根据他们跟俄国人打交道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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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呢 知道俄国人已经早就 就是俄国的情报单位呢 早就把引起 企图影响美国总统选举这个事情啊 当着他的一个大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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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进攻计划在那边不断的执行 包括这个用那个Cyper Attack 就是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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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听啊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用弄到他们的电邮门里头 把比如说把这个民主党的总部的这个所有的电邮都给他窃听 都给他就是就是就是黑客黑掉了对不对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说他们情报单位 美国的反情报单位了就知道 俄国在用各种的方式管道在企图影响美国的大选 这是一个大的Theme 这个呢也不是根据美国自己的经验 而是根据这个这个这个 俄国怎么对付其他几个西欧的国家 尤其是靠近它边界的什么Astronia啦 这几个国家他们这个累积的经验 他们知道他有这样子的一个 等于是作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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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则一样 所以呢他们就就发现了有这个问题以后 就发现他来针对美国这个大选在那边做这个 然后当然这个这些美国的这个反情报的 这个反制的这个单位就开始非常的注意 那么这里头的话呢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他们都非常注意 所以他后来发现他们的目标 已经打击民主党了 而且呢这个恶国是很厉害的 他在里头啊这个比如说把美国 民主党的这个秘密的这个电邮啊 全部给你hike来以后 他加添了他自己的一些这个假的东西 再发出去吧 所以的话呢这个等于是叠对叠了 所以的话呢这个他们注意这个川普的这一些 亲近的这个竞选团队 因为竞选团队的这一批 这个原先竞在里头这些人呢 都是他们跟俄国的这些 这个寡头垄断的这个大财团的这些 也就是普京的这些 这个俄国的这些金融界跟这个情报界的 这些人呢是来往很多 因为他们以前都是做生意的 都是从俄国那边拿很多钱的 就是银行里面借很多钱来搞地产的 纽约地产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美国的这个这个这个情报单位啊 当然要尽量的防止 也这是他的天职嘛 就要防止俄国怎么样子的渗透到美国 去影响美国到大学 而这个迹象呢是越来越深 而他不断地提醒这个这个川普的时候 川普就认为这些人是在搞他 其实呢现在我们整个的看来 真正搞成功的是把Hillary搞掉了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Comey 在去年就是美国情邦联邦大厅局局长 去年7月的时候曾经突然地这个 做出一个非常不符合这个联调局的 这个角色扮演的职位 他公开地举行一个记者会 宣布说这个我们觉得 没有必要去起诉这个Hillary 因为他这个电邮门里头 是不是有泄密的问题 虽然Hillary这个人是处理这个机密的事情 是非常的不小心 极端的不小心 可是的话呢 我们认为他没有任何一个检察官 会根据这个来起诉他 这一件事情对Hillary影响是很大 这也是发生在7月的时候 这一件事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大家认为这是帮助Hillary 因为等于是解除了他有被起诉的危险 可是大家对Comey就说 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 你是负责调查 你没有权利去做起诉或者不起诉的这个决定 等于他在美国这种三权分立 这个起诉应该是归司法系统才有权 对这检察系统 这个他们都是行政部门了 可是联邦调查局你只有调查权 调查的职责 到时候起诉不起诉 你把所有证据交给这个法务部 由法务部的检察官和法务部长才来做决定 那你怎么可以去 等于是侵犯了那个权利呢 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他做这样决定 原因是什么呢 当时俄国人偷偷地加进了一个 在那个他不是偷了 就是偷了一大堆这个民主党的电邮吗 这里头他就偷偷地加进去一个 说民主党的这些电邮跟这些巨头们 竞选的巨头们跟这个克林顿夫妇讲好了 他们去想办法去影响这个法务部的部长 叫他不起诉 这个消息呢 这个memo啊 在传说传的是 人人好像都知道有这么一个 可是没有人看到过这个东西 真正看到没有 所以后来联邦调查局就说 如果我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证据交给法务部的话呢 法务部部长是被政治影响的 他是政治任命的 所以他会扭曲了我们的这个调查 就是说不起诉 所以干脆我来做 然后我把事情讲清楚 就是说他要避开这个法务部长 事实上当时的法务部长也确确实实 做很多行为是非常不合适的 比如说他私底下在这个丹佛 不是这个Colorado州的那个 跟那个机场上头去 他就去从他的专机 跑到克林顿的那个总统的 前总统的专机去跟克林顿去叙旧了 这个东西你就是要马上负责起诉不起诉的人 你怎么可以去跟一个你要起诉的人 可能要起诉的人在私下交谈呢 是不是 所以现在呢 Colby的这个行为呢 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就是因为他为了避开这个 然后他做了这个 但是他做这个事情就被责怪的很多 他也受了这个责怪 所以等到后来 有另外一个那个就是Hillary的那个电邮 是不是泄密是透过他的秘书啊 是跟那个什么一个一个一个无聊的 这个他的那个秘书的先生啊 这样泄露的时候 他又做的也是很过头啊 就是把他公布出来说有这个危险性 那个时候只有剩下投票11天了 所以你看看这两件事情啊 实际上就表示说 俄国真正的企图影响美国的大选呢 是筹谋很深 而且是机巧万变 利用各种的方式 等于说不同方面渗透 一点一点的渗透 而且里面的为你假消息 让你窝里反 然后呢 他们的主要的目标呢 老实讲现在看得清楚 是主要是针对克林敦的这个 这个就是Hillary让他不当选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 他是会当选的 当然他们也同时对这个共和党 是非常的这个下功夫 就是这几个他这个竞选的 这几个人原来传出来的四个人 这些人呢都是一些生意人 都跟俄国生意关系很深很深 所以的话呢 从去年六七月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通俄门呢 早就这个早就已经是公开的事实 所以那个竞选总经理 就是那个Maniford这个人 就是刚刚当上不到几个月 就自动辞职就因为避嫌嘛 现在看起来这些都是外围 那么可是呢这就造成了川普啊 他毕竟不是真正的从政经历很多的 那么他是拿他的做生意的 这个世界里头的这个打交道的方式 来处理很多政治问题 而他信任的这个Kushner呢 他是跟俄国的关系也是很深 因为川普在这个欧洲啊什么 这些的这个生意啊 很多是他这个经过Kushner去打理的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有这个 就到后来的话呢 就这个变成川普完全不信任 自己的情报单位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系统的人 而希望说我直接跟这个普京直接建立这个秘密沟通管道 我们来处理处理问题啊 所以这个事情就变成了这样子 孟先生 那我们想就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这回Kushner被调查 主要是因为他之前与这个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 还有一位来自莫斯科的银行家 这种私下会晤 对 然后我们有看到报道 说这位俄罗斯大使呢 之前是曾经毕业于俄罗斯的一所间谍学校 那个谁也是 这个这个这个银行银行家 这个银行家 你要叫叫戈尔科夫的这个银行家 这个这个这个银行家呢 是跟这个普京的关系更深 他们都是普京也是从这个间谍学校出来 我们要知道KGB的是他这个间谍 这个这个隔边屋了就是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吸纳的 尤其在苏联的时代 他所这个能够吸收的是 俄国的精英中的最精英 就是说你所有这个 尤其是法政啊什么 最好的学校的学生 他都是会进入这个KGB的这个 系统里头去做的 所以等到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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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普京他回去以后 重新开始重振以后 他要能够重新在一盘 等于苏联崩溃了嘛 他要重新起来 他真正的信任的人 都是他们以前的同学同事 所以这个你凡是不听他的 就把你干掉啊 这个这个这些寡头的这个垄断 就是在这个苏联崩溃以后 90年代那些乱局之中 做大的这些寡头金融家了 或者是实业家了 或者就是Oligarch 但是呢他把这些 这些关键的这个位置啊 都是由这个 由他的这些老同老同僚 来来来承认 他的同僚大部分都是情报系统出身 是吗 对因为他自己也信任这些人 这些人也是 恶国所能够产生出来的 最厉害的人 也是最最最最有本事的人 所以的话呢 这个呃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银行家啊 这个银行家的话呢是专门秉持普京的 做他的这个 他要什么难的事情就交给这个银行家来做 比如说这个在20我们知道那个 有个那个索旗的那个冬季奥运会 对不对 这个索旗的 他要等于是要等于花大笔钱 把这个索旗奥运会这个基建工作 这个所有的这个责任就是这个银行家来来打理的 所以后来搞到这个克里米亚的事情 跟乌克兰东乌克兰的事情以后 俄国这个西方要去要要要要制裁的时候 就把这个人列入为 这个银行列为制裁的对象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到 那他的这个是如此的这个敏感性 因为他是在被制裁的对象 可是的话呢你居然 他跟那个大使谈完了以后 他说我希望见这个人 就是他希望说 显然是表达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背后的管道 直通对不对 直通最高层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阻碍 比如说这个人到美国来的时候 就跟他见面了 而这个银行是专门做很多很多 这个就是私底下的这个生意的 就是说他等于是在俄国负责 就是说打开这个经济制裁局面的这个人 那么当然他跟这个Kushner这个见面 究竟谈了什么 是不是只谈了关于这个叙利亚的 这个怎么样方案啊什么之类的 这就不知道了 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这个 这个经济上的好处啊这个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生意人嘛 所以在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银云呢 尤其是已经烧到这个Kushner的这个身边了 Kushner本人在这个火上已经在烤了 那当然这个川普就有一点坐不住 我们知道这个川普过去差不多10天了 就是他第一次的这个到外国去访问 访问了这个中东啊什么这些 Kushner是10次左右啊 那么然后这个他这个一回来 他在这10天他没有怎么 基本上没有发推特 当然因为也很累了 而也受了这个相当严格的这个 就是他这也没出什么差错 有一点点了不是大差错 等到他一回美国 他发现他本来以为他在这个国外这个旅行 这个外交的这些事情 可以把这个事情可以转移 因为这个就是他离开美国的那一天 他到沙特去飞机一离开的当天 这个华盛顿的邮报就爆出来 他说Kushner有这个所谓的白宫 现任的高级官员里头涉案的人 就是这个联邦大局在查的人 就指明就是Kushner了 那么当然他在国外这一段 这个在美国总统在10天 9天到10天的这个段期间 这个总统是一次记者会都没有举行 一次公开的这个跟记者谈话都没有举行 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总统国外旅行里头 也是也是很少见的 可是他一回来以后他就忍不住了 那个各方面的压力也是很大 他就这个重新这个完全的这个大展 他以前的这个旧习惯 推特之国 立刻就就连续的发说这个Kushner是个好人 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个好人 而且呢他说他是替我们国家赚了多少多少钱 这个这个多么这个这个没有问题 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Fake News 这些说什么这些华盛顿邮报也好啊 或者纽约时报也好啊 或者其他这个新闻单位 不是说这个等于说有Source 这些Source可能是他们自己编的 他这样子的话这个反击就很强烈 那么而且不止如此 他像今天的他那个负责这个 这个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白宫的这个Counselor Counselor是很高的官儿了 就是康伟这个女的Kane Conway 他就讲说这个事情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现在就是他第一他们不可能否认 说这些事情是真的 因为这个事情是从去年12月 他一见了面以后 事实上所有的消息大家都在新闻界 都已经同时都知道了 而且不断地有人在那边这个在挖 究竟这个深层到深到什么程度 所以能够从去年12月到现在 等于是半年了才正式的爆发 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双方 不管是这个Defend的这个川普这一方 或者是等于是攻击的这一方 就是说主要是媒体了 主要是媒体 然后像那个调查单位 这个参议院跟众院的这个情报单位 情报委员会 还有这个政府这个监督委员会 这几个委员会 尤其是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 当然最后当然就是FBI的这个调查 那是越来越等于是这个像这个 核心 像核心侵犯 这个这个各个的狼群啊 逐渐的在 收拢了现在开始 收拢了要要一口要咬死 这个Kushner的样子 那么当然这个他的反击就 现在就是很强烈 就是说这个事情他不能否认说 但是没什么了不起 这是每一个政府都有这么做的 都可以跟外国建立这个所谓的 这个秘密管道 秘密沟通管道 不利用自己的这个现有的管道 这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真正的外交谈判 往往需要最秘密的管道才能通 这以前也有过 事实上以前也有过 就像那个欧巴马他一上台以后 他要跟伊朗政府想要达成一些交道 他就是直接派他自己的人到伊朗去 直接跟那个伊朗的这个建立这种 就是Black Channel 那么所以的话他的这个 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 这个人是一个很没有脊梁的人 虽然他是一个四星上将叫Kelly 这个家伙他就现在就专门的 替这个川普这个说 这个事情非常正常 非常没什么了不起 他现在是这样的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memorial holiday 就是这个国商节过了 过完了以后 Comey就是这个原来被fire掉的 这个情报局局长要到参议院 公开的作证 就是说他每一次跟总统这个谈话 在这一段时间跟总统找他来谈话 完了以后他立刻做了都有一些这个 等于是这个立即的这个笔谈记录 这些记录的话就原来透露出来过 说是总统希望他这个不要叫他收手 不要去继续调查下去 那这个当然就是 当然那个是指那个Flynn嘛 就是那个国家安全顾问当时 那么这个的话就有点点侵犯这个 有点这个干涉司法的这个调查的 这个这个罪有可能会建立 当然这个要看很多context了 可是的话总统把Comey fire掉这件事情的导音 现在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就是说Comey 对这个调查这个通俄门的这个事情太过积极 这是主要的原因 我们也听说这个把这个Comey fire掉 也是Kushner的建议是吗 当然就是他当然感受到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压力是越来越近 那我们不敢讲说这个Cushner 究竟是不是建议的 但是这个川普本人 因为川普最信任的人是Kushner 所以你他任何东西 你比如说fire这个Kushner 就是川普这个Kushner的 不就是Kushner夫妇就是包括Ivanka 给这个给川普的这个这个 这个等于是三个人联合做出来 因为fireKomey这个事情极少人知道 他们最先就是说为什么会觉得 fireKomey是可以做呢 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民主党恨死了Komey 因为这个我们也没刚才前面也讲过 就是民主党人认为要不是有Komey 在选前11天重新说要开始调查 这个Hillary的这个电用门的这个泄密案的话 不至于这个丢掉这一次选举 所以他们的话就把责任都往这个Komey身上推 所以他们认为不是这个民主党最恨的人就是Komey 所以的话这个川普本人或者是他的这个女婿 或者他这个这个极亲近的这个内圈人认为说 哎呀这个这个人实在讨厌 他是一个疯子 他就是一个是叫做not job对不对 他是一个完全是个控制不住的一个人 他这个我们如果fire他的话呢 问题不大 因为什么呢 民主党很恨他嘛 所以我们fire他可以这个政治的代价 共和党的人当然不会讲话 我们只要把这个随便找个理由说 他去年这个在联邦调查局的这个局长的任内的这种种种的作为 是这个超乎了他的这个职责 或者是他扭曲了他职责 然后给他加一个这个罪名 都是是处理旁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共和党是不会讲话 那民主党又恨他 所以我们fire他应该没有问题 结果没想到他一番了 出了大问题 出了大问题 而找到这个Muller啊 可能这个问题更大 因为Muller的这个名誉啊 是他的政治性啊 是比这个Komey更 他因为时间更长了 他担任了三届总统的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 而且这个人呢他比那个Komey呢还低调的很多 所以的话呢 他的形势啊是一个比较这个就是说比较稳重的人 所以他以他出来医药出来调查 那你更是没办法 虽然他这个调查仍然在司法部底下的所谓的 Special Counsel这个就是一个特别调查 等于调查官啦这样子的啊 可是的话呢你的这个司法部长要做任何的这个干涉的话呢 你事实上做任何的这个影响的话要跟国会报告 那你换句话说你这个这个司法部长的话呢就等于是 就是现在是司法部副部长 因为部长本人这个已经不能够碰这个案子嘛 那他的这个受限的范围是很紧 很大的 而Komey他是在就是在这个6月间呢 他现在还不知道是确定是哪一天 他的这个公开这个在参议院的证词 他就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当初他跟总统怎么样子的交谈的记录 他就可以公开 因为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看到过Komey的这个会后的记录 只是知道有这个记录 大概《纽约时报》的记者看到过这个记录 但是他没有公开过 所以这个国会的两院的这个调查 这个这个情报单委员会 可能会要他就是用传票的方式 要他公开这个东西 而Komey本人他就说 我一定要是要在公开的委员会里面 做公开听证 就是说我要 我不愿意做秘密听证 因为秘密听证你们大家看不到嘛 而且现在的话呢 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调查 因为联邦调查局这个就是Muller这个调查 他的最重要的这个责任呢 还不是调查这个Kushner是怎么样跟俄国有没有什么 这个Collusion Collusion就是勾结了 那么到现在当然没有人敢正式地讲说Collusion 因为如果有Collusion那就是犯法了 那么但是这个Special Council的责任是调查 是要搞清楚俄国人是怎么来影响我们的民主选举的 而且我们要找到一个办法 以后的使得他们不能够再来影响我们这个选举 所以他这个范围是很宽广的 所以他现在已经他积极招兵买马 现在就是说这个Muller这个现有的 原先在司法部里头就有这个调查局的组 这个要扩大 这扩大的话他就会把这个俄国可能不只是 这个从竞选开始才做 而且是要在竞选之前 就是比如说200几年的时候 这个川普到跟俄国的银行之间的各种的交往 什么来往的这个Statement 什么他都可以用这个这个传票把你调出来 如果你不交或者你交里头更改什么 那你犯这个罪就更大了 就是隐瞒的这个或者伪证的问题了 孟贤先生对 刚才你也听到就是你也就是谈到 就是这个6月中旬这个科米在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公开的这种听证会 可能会对川普来说是一个 如果他真的这个谈话记录里有什么东西的话 那么可能对川普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么另一方面的如果说这个穆勒的调查 包括现在对Kushna的调查 如果有一些什么进展 那么这个对川普都是重创 那么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如果说这个接下来的这几部对川普都造成了重创 那您觉得这个川普他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可以挽回的余地 那么他的这个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坏的结果当然是所谓的坦克 坦克案就是由众院提出来 就是众院变成一个起诉单位 然后交到参议院做审判 两个院三分之二通过 那就他就下台 但是的话到目前为止 民主党根本不敢碰这个所谓这个I这个字 I就是impeachment这个开头这个字母了 为什么呢 这是会反弹很大 这个现在大家都是这个战战兢兢 如礼薄冰 因为这是一个不可知的这个宣言 你不知道会伤到谁 表面上当然是这个Kushner跟这个川普 是好像目标中心 可是这个里头因为这个爆炸性的这个后果太强了 所以的话这个影响到共和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今年一年到明年的这个所有的施政什么都受影响 而且美国的现在的这个政态的政治生态 是极端的就是敌人是是敌是友 这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是敌是友最重要 是是和是非不重要 就是说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一个叫做部落 部落群族 就是这个Tribe就是这个不管这个这个川普做了什么 他是我们的领袖 我们就要四肢保卫他 他错了 他对了当然我们要保护 但根本要讲了 错了我们也得保护 否则的话我们就是整个Tribe就完了 他这个两边的生态都是想法都是如此 就是说跟在1973年74年那个尼克森到最后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情形不一样 那个时候美国还有一个这个两党的 就是这个这个Bipartisanhip还是有相当的这个 中间的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共和党里面有温和派 民主党里头也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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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比较保守的这种 就是共和党里有自由派民主党里面有保守派 所以的话呢他们那个东西就可以 而且呢共和党员本身的话呢 是都有自己判断的这个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 就是说共和党完全完全是就是同仇敌开 那民主党的话呢也很害怕 如果他在这里头激发了 他做的变成了好像他就是为了 完全就是要把这个川普搞掉 那所以的话呢这样子的话 这个到时候选民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民主党这个里头 因为这个坦克啊就等于把总统 就等于过旧时候的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意思是一样 这就是士军中国人里面的川位士军啊 这个罪是一样的 这是最大的罪 最大的罪 所以的话呢谁也不敢轻易地弄 但是的话呢这个乌云呢 会一直悬地等于照在这个川普的头上 使到川普跟共和党 他的很大的这个施政的这个计划 比如说这个Tax Tax 他说9月他一定要有新的这个Tax的细节要出来 但大家都没有兴趣管这些事情 那个才是真正跟老百姓真正关心很大的 比如说你说Healthcare的那个法案 现在只是出资大业还没有细节出来 对不对还有比如说Infrastructure 这也是这个川普之所以能够赢得这个美国选举的是最大 吸引人最大的这个 吸引尤其吸引支持的人的最大的这个政策嘛 是不是也是共和党说我们重新夺得政权最主要是 现在这些事情都等于被这个事情搅着这个 把所有这个Oxygen把所有氧气都吸到那边去了 这些事情变成了摆在一边没有人管了一样 那你这个对于美国的政治是非常的不利的对不对 那川普的话现在在美国的最近的这30年的历史上 有两三次是这个白宫陷入这个极大的丑闻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1986年这个里根总统这个任内的 发生在有这个叫做Iran Contra 就是伊朗尼游的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我们讲我不管 可是最先的时候这个里根总统也是被卷在里头 完全这个百事都荒废了 可是很快的这个里根总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 这个就找了一个政坛老将叫Baker 来做他的这个幕僚长 他重新起来他就把这个就成立一个 专门处理伊朗尼游的办公室 他就把这个里根总统的其他的所有政务 包括总统本人都不去干涉这个 这个这个应付国会调查 应付什么的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就处理旁的东西可以恢复正常作业 结果里根在86年年底的时候当然陷入这个危机 可是的话他很快的就不但是恢复了他的这个声望 他下台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受爱戴的总统 而且他还跟这个俄国 那时候苏联把这个哥巴歇夫给搞掉了 等于试一下就把那个柏林卫乡也快要弄毁了 所以他是变成一个很成功的总统 没有受到1986年那个伊朗尼游这个丑闻 这个丑闻也是直接烧到他身上了 因为他也亲自批准过这个很多这个违反国会的这个规定的事情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克林顿总统 克林顿总统我们知道他是丑闻缠身从来不断嘛 对不对 那么当然他最先的他刚刚上台就有所谓的白水案 然后后来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什么 很多这个白宫的这个这个角七年三的事情很多 当然第二任的时候更是不得了的发生了所谓的这个 这个卢文斯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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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丑闻的这个案子 可是呢 这个克林顿总统跟他的太太这两个人呢 他们在这方面的是是很老道的 就是说他立刻的建立起一个围墙 就是说这个处理这些事情呢 是由一个专门的白宫专门特赦的一个单位来处理这个 这个危机的就是丑闻的这个处理 包括怎么样应付坦克拉 怎么样应付这个继续的这个被挖出来的丑闻 跟被这个这个调查的单位 不停地这个禁逼的这些问题 那而那个克林顿的处理其他的这个政务的事情呢 还是能够进行 当然这一定会受影响 可是呢克林顿毕竟还是能够做到有效的一部分的就是 就是compartmentize 就是把事情分分部门化 今天这个这个川普呢 也现在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 这个第一他就上台到现在才不过四个多月啊 就是120天而已 连第一年的半年都还没过 他的白宫已经乱成一团啊 要大整数了 现在他今天已经把他的那个communication director 等于是请他炒鱿鱼了 请他走路了啊 那么据说呢这个这个周末呢还有其他的继续的好几拨人要换 那么这个的话呢意思也就是说希望专门成立一个叫war room 就是一个作战作战史吧 就是专门对付这件事情的作战中心 这个所有来处理的人由这个来做 那这一点的话呢白宫就是川普已经在做这些 包括到外面去请律师 请外面的律师 不只是白宫的法律顾问了啊 请外面那这些的话呢都是为了要处理 就是像进入作战状态 把这个事情当做这个这个最优先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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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作战计划在这边执行 等于说川普现在也已经意识到这个事态的严重性了 他好像之前是有一段时间并没有有这么大的反应 但感觉好像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这个事态严重性 必须得严阵以待来对付了 对而且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就是他们叫做war room 就是这个作战作战指挥使这么一个作战 可是呢这个以前的作战指挥使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个 这个以战指战的这个效果 跟总统这个自己能够自律很有关系 就是说总统的话呢知道这个作战有专家人了 有这个专门去斗争的人来处理这个问题 他基本上他就不是经常的去插手他 就是放权 就放权来让他这些人来来处理问题 川普不是这样的性格 你从他这个到外面10天让他不在美国 使到他他又很忙所以他好像管得住自己 可是他一回来他马上就管不住自己 他呢这个谁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说法 比如说对外讲了说comey啊这个 为什么我们要fire comey 结果第二天他就说no no no 我fire comey是我早我的主意 我早就想fire他了 然后跟俄国人见面的时候 这个人还活混蛋我早就想fire他 那你把是底下的人没办法听你解释嘛 就是说川普这个人他经常啊 他要他是看不得别人抢他的风头 他永远要要自己这个身先士卒去跟人做这个 那他的身先士卒 当然这个你是被战死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对不对人家就把那个目标打你的 就他不想别人打在他前头 然后自己冲到前头 他就自己冲上去 而且呢他是经常的去把自己里面的人的 这个作战计划给你搅黄了 就是自己出卖了自己人 自己出卖自己 所以的话呢没有人特别相信他的这个 这个能够管住自己 因为他的这个现 显然他这个人是一个过动的 有过动的倾向 孟璇先生今天我们都因为这个节目时间 对对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分析了这么多 关于川普以及库什纳跟俄国这个关系的 这些资料和一些预见 那我们也感谢各位网友的收看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明镜的编辑部的节目 那好孟璇先生谢谢您 好 谢谢 好 再见 好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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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